眼頭給了我另一雙眼 我要用它來記錄澳門的美好 我是黃婷婷 一位來自澳門的電影導演 令我最知道自己要去做電影 其實是因為我媽媽 當時我拍下了她一個很珍貴的畫面 是一個心跳的特赦 我覺得影像是可以捕捉到 一些肉眼看不到的東西 而那些東西是很珍貴的 後來我便鼓起勇氣 去北京電影學院考試 想不到自己真是成為了澳門第一位 校上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學生 剛去北京的時候 生活不太適應, 真是很乾燥 但後來慢慢發現 適應能力取決於自己對新環營的理解 當你理解到 和身邊的朋友都變成你的好朋友的時候 你便會發現原來大家的心靈是相通的 是否正在一起 我想現在回想最奇妙的 其實是見大家一起成長 我想並不在乎每一天發生甚麼事 但大家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電影夢 而這個電影夢慢慢的可以實現 是可以實現的 回歸對我們來說 有兩種不同的變化 一種是看得到的 一種是感受得到的 看得到的其實是澳門越來越漂亮 我們的生活也越來越好 另一種感受到的 是內地其實避充很多發展空間 例如作為一個年輕的導演 有機會去跟內地很優秀的導演演員合作 他們其實有很多都是世界級的 所以總之會對我們的成長幫助很大 為甚麼